大家好,12点48分了,1月23了 这个2022年,礼拜日啊,给大家看看这个 请问一下理事 等一 嗯? 你问一下理事是什么呢? 我不说 请你说一下 我不说 我们想理事 我不说 请问一下理事 等一 要离开这地方啊,领导不告诉人家啊 就是说人家要一个理由 你为什么不让我离开这 对吧 我不说 我们想离世 想离开这个地方 就是这么孙子啊 不给批 不给批 我不说 就耍混蛋啊 这些人就是耍混蛋 我们再看看啊 有耍混蛋的 还有脑袋 瓜子不够使的 愣当将军 把这两个城市 并为一片 美国为了 扩使日本投降 在长岛和 长岐和广岛 扔下两个原子弹 长岛 纽约有个长岛 中国山东有个长岛 日本可没有啊 他连这基本的地理常识都没有 把这两个城市 变为一片废墟 那么广岛 当时美国扔的这个原子弹 炸死人 七万 七八万人 炸伤了三万 三万到七万人 约占当时日本总人口的 百分之四十八 在长期扔的这个原子弹 死亡了两万多人 炸伤四万多人 约占日本当时的人口 百分之二十九 美国为了 或是日本投降 在长岛和 哎 数字也搞不准啊 基本的这个比例都不清楚 哎呀 两颗原子弹死了那么几万人 就说占了日本的百分之七八十 当时的日本可能没有一个亿也差不多 七八千万总得有吧 是吧 这年千分之一左右吧 然后他说占了百分之七八十 这能差了一千倍左右啊 就胡说八道吧 实在是这个素质差 水平低 智商有问题啊 这个人 我见过他 这个毛新宇 是吧 我就对他没兴趣 在这个全国农展馆 他跟着卖书 什么我的伯父毛岸英 写了本书 我们再看看这个啊 肉仔的多点 你怎么要关水 肉仔的多点 这些目的是什么 多载费啊 牛肉卖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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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出手是倒里点 你要出多少次啊 一半是三四次 三四次 一次出多久啊 肚子关起来 就是把它肚子灌起来 灌大之后 然后就停了 然后就停下来 然后给他把水吸了点 然后过后再搞 对 一席黑心商贩 为了赚黑心钱 就会给牛猪注水增加重量 从而来牟利 本期视频 看到我也是咬牙后跟 在调查员的暗访之中 有一个牛羊肉批发点 生意异常火爆 很多商户都到这个摊点买牛肉 而这里生意之所以火爆 一席商户告诉调查员 是因为他们家的牛肉比较便宜 这个批发点 每天都会批发一整车牛肉 而这里的商户 也知道为什么他家的牛肉便宜 商户告诉告诉暗访员 只要去了牛肉屠宰点 就知道这里牛肉为什么便宜了 暗访员跟踪了几天运送牛肉的货车 终于找到了这个屠宰点 在晚上八点的时候 暗访员到了这个屠宰点 可以听到里面有牛的惨叫声 而附近的村民说 他们经常听见牛的惨叫声 暗访员看到 里面等待宰杀的牛 鼻子上都插了一根管子 有几头牛正在不停地向外喷水 暗访员后来得知 工人会临续给牛注水12个小时 注水的管子长达一米多 直达牛的胃部 大家可以看到 牛到肚子已经被撑得非常大 有一些牛承受不了痛苦 直接倒地 一只牛会被注水120斤 大家可以想象 对牛来说是一个残忍漫长的折磨 水会慢慢渗透到牛的牛里 牛投胎在中国倒霉 羊倒霉 马倒霉 驴倒霉 猪倒霉 狗倒霉 猫倒霉 鸟倒霉 鱼倒霉 人也倒霉 是吧 你活在中国就俩字倒霉 是吧 想活得好 逃 逃离 没别的招 似乎 你装装 亏装想 稳装 凍 凍